今年冬天几波寒流确实让人感觉到游冷 也让许多民众出现了体质虚寒寒邪的病症 花莲医院的中医师梁志怀 他提供了几道食疗和饮品 以及穴位的按摩及刮沙 让虚寒体质的人可以有所改善 不用再受冬天寒邪之苦 花莲医院中医师梁志怀表示 不少人会有手脚冰冷怕吹风 全身酸痛、关节酸痛、头痛、停尿、小便多等症状 这就是属于虚寒体质 而到了气温低冷的冬天 虚寒体质加上外在寒邪 会让原本其他的病痛加剧 这时候就需要中医来调理身体了 最近这个天气都比较寒冷 以台湾的天气来说 这种冬天的时期都比较短 但是它又相对的就是 来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 就是这个天气冷的程度是比较大 所以说往往都会给大家 有一点不太适应的一种情况 那所以尤其在有些虚寒体质的人 他会在这个时候有特别的不舒服 所以这里要提供大家一些保健的方式 或者是说这个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些成因 然后来跟大家介绍 除了三服贴 天泡酒等冬病夏至的方法 中医师也推荐当归羊肉 生姜红糖茶等去寒的食疗 还有几个重要穴位按摩刮沙 都能够有效让身体热起来 我们从这里取四根手指的宽往下 然后再往旁边一点 如果你仔细看 我们这样看过来 它大概还是在最突的地方 肌肉最丰厚的地方 对对那这个按的方式 也是要有一点往垂直身体的这个角度 和骨穴的话在我们的那个第二掌骨 就是我们的手 食指这一条的这个是第二掌骨这一段 那它的这个骨头的终点 那我们有时候取的时候是 我把手这样握起来 这个拇指跟食指间握起来 会有一个地方会凸起来 会露比较高的这个点 它就是和骨穴 那按的时候啊 它其实是有点往下按的 不是这样这样 就是有点往我的手掌方向 这样子往下去按它 这样会特别有感觉 中医师也强调保养身体要持之以恒 平常要多运动 不熬夜 少吃生冷食物 才可以避免含血之苦 借了回欢迎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